好 想要投资海外的房地产吗 来看一看台湾的房仲业者 现在进军日本了 正式插其东京不动产市场 说到这个东京的房地产 可能很多的观众还不知道 东京的平均房价 现在已经比台北要便宜了 自由的住宅比例偏低 国人据说只要自备个300万 就能够在东京地区 当包租公 包租婆 看好经常往来台日的民众 投资日本房产的需求 新一房屋不动产租市会社 20号于东京正式成立 这也是华人房仲业进军日本的首例 东京的房价比起这两个地方 相对是比较便宜 而东京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的条件 社会的治安各方面这些条件 都是非常好 那么整个购物的环境 各方面等等都是非常理想 由于日本的房市 已经经历20多年的不景气 所以目前东京平均房价约1563万元 低于台北的1709万 和上海的1897万 而日本上班族每个月租预算 约有四五万台币 小套房也要两三万元 所以东京十年中古屋的租金报酬率 可以稳定维持在67%之间 也比上海跟台北要高出一倍以上 国人只要自备300万元 就能够在东京当包租公 包租婆 今年以来 现一房屋已经促成了18件 国人投资东京房地产的案件 预料10月底台北松山机场 跟东京雨田机场开放兑飞后 将有更多台湾的民众 会前往东京制产投资